可以说呢 对这个唯物主义的这样 对历史 对历史做唯物主义的解释 从而使人类历史成为一门科学 这是马克思彼身的这样一个事业 也是他对人类思想使的一个贡献 就是恩格斯呢 在这个马克思目前的讲话里面呢 也是高度的这个赞扬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贡献 那么这样一个赞扬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一般通常讲 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 包括你们这个哲学员里的书里面也讲了 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 就是以辩证 就是以辩证法啊 就是说以辩证唯物主义 把辩证唯物主义 运用到历史领域 那么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不是说我把辩证法 运用到历史唯物主义领域 就能够说明历史的 历史的这个唯物主义的发展呢 它不能辩证法 不能代替一切 如果你把辩证法运用到历史 我也可以运用到自然的说明 运用到这个历史的说明 这个刚好你说和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 有什么区别呢 它没有区别了 我辩证法是一个工具 我可以到处用 然后拿到这个概念 你在这个 在自然界里可以说 存在决定意识 那么我把它运用到社会领域 就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辩证法就是 实际上它就成了一个理性的一个工具 而不具有现实性 不具有现实性 所以这个恩格斯 赞扬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 说他对这个人类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 对历史采取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说明 这是一个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很关节点 就是它不是把辩证法简单的运用到这个历史领域 而是对历史领域本身做了一个研究 那么要做这样一个研究的话 它首先什么 对历史本身的研究 就要说明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什么 那我就要对这个历史本身进行研究 不是说我用辩证法能够简单的运用过来的 那这个黑格尔也可以运用过来 是吧 也可以运用过来 它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我首先要说 我要研究的现实能是什么 它这里有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理性 你肯定要揭示它的规律 揭示它的理性 你的理性 你的法则 是从外面 是以一种工具的形式 运用到这个社会里面来的 还是说 它是从这个社会本身提炼出来的理性 提炼出来的理性 我讲的理性不是外在的 不是一个可以使用于一切自然界 所有的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原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 那就不是这个 那你就不可能达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而是它从历史本身提炼出来的原则 所以这个 如果说你把它这个原则普遍化了 你可能就走向了这个教条主义 走向了一种教条主义 那么只有从它理性本身研究出发 你才能够实现对这个历史本身的一个说明 所以在这个德意识形态里面 马克思的研究 它不是从概念出发 不是说我从辩证法来讲这个历史 而是首先讲什么是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什么 我面对的历史事实是什么 所以它一开始就要确立考察人类历史的前提 它这样说 它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 不是另一提出来的 不是教条 不是教条 它说我们提出来 它这个原则 它说不是教条 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 才能撇开自己的现实前提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是他们的活动 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 和由他们自己活动 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因此这些前提 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立 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立 那么马克思在这儿讲的 在这个地方 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他提出来的第一个要点 他说首先他强调 他说这个人类历史的前提 他不是任意的 就是我要考察历史 历史的前提是什么 他不能任意的设定 而必须要进行一个科学的考证 必须要进行一个科学的考证 所以他说我们提出的前提 不是任意提出来的 不是教条 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 才能撇开的这样一个现实前提 那么这个现实前提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现实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 就是一个一个的人 我们就从这样一个现实的人开始 所以这样他就把现实的个人 作为历史的前提 那么这个现实的个人是什么 那么我们既然这个前提 就是我们首先看到的现象 就是现实的个人 那么这一个现实的个人 究竟是什么 他就进一步来考察 就要对这个现实的个人 作为一个说明 他说这个现实的个人 说的什么呢 他说你们看这个里面讲的 他不是肉体组织的个人 不是观念中的个人 而是历史中的个人 是历史中的个人 是进行历史创造活动 并和由此而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 而由此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 你看包括他们已有的活动 创造出来的生活条件 是他们的活动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对这个现实 现实的个人这个历史 他作了一个限定 他不是肉体组织的个人 那是指着什么意思 我们讲的不是一个自然的人 不是讲的是一个自然的人 他是社会的人 是社会人 所以是从什么 从人的本质开始讲起的 也就是说能和这个个人 能和这个动物的这样一个 区别的这样一个角度讲的 所以他不是讲的自然的人 不是肉体的人 他说也不是观念的人 就是说不是一种已经形成了 我有理想 只是讲他的形容观念 而是什么 他是历史中的人 所以你在 就是他在这讲的什么 他是历史中的人 那么这个历史中的人是什么呢 是进行创造活动 和由此而创造物质生活条件 他讲的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人 指的是历史的主体性和人动性 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 他是一定有人的活动 有人的创造性的 所以这是指的这个历史的 它的主体性和人动性 那么讲的这个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 指的是什么呢 是历史的感性存在 历史的感性存在 这讲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存在 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条件 它包括什么 人所创造的物质条件 人所创造的物质条件 就是说人在创造历史的时候 他肯定离不开自然环境 离不开自然环境 但是作为历史的现实的人 如果说你说这个人不是肉体存在的人 我们讲的不是肉体存在 不是观念人 他是历史当中的人是什么 那么他生活的物质条件 也是他所创造的 也是他所创造的 这样马克思对这个历史的物质条件的研究 历史环境的研究 就有了一个什么定义呢 它不是自然的环境 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现实人和环境 不是一个自然的人对自然的环境 而是一个历史的人对历史的环境 这个人和历史都是 历史和环境都是历史的产物 都是它自身的产物 所以这样的 从这样一个讲 就是说正是由于这两者 共同形成了人的历史 要不然为什么说能有历史呢 自然也要随着人的历史的发展 而被转到随着人的活动 被转到历史当中 我们说自然它自身是没有历史的 它怎么样进入人的历史呢 是通过人的活动 把自然变成了历史 进入了历史 所以才有自然史 才有自然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这儿讲 通过对现实的个人的 这样一个规定 一个历史的规定 就说它不是肉体的 不是自然肉体的 不是观念的 而是什么 而是历史的 那么通过对这样一个规定 就奠定了它的历史维吾主义 所要研究的问题和前提 所以从这样一个 以现实的个人出发 马克思就认为 他不是要研究 人和自然的关系 不是要研究 人和人的关系 就是说当你研究 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不是研究 个人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是要研究历史本身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人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人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如果说什么是历史 它是历史中的个人 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历史 然后你才能说 在这个历史当中 能和自然是什么关系 能和人之是什么关系 是吧 你讲的这个 能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人之间的关系 它是以什么 有一个前提 你是历史中的人 还是自然中的人的关系 还是说你讲的是 观念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讲 能和自然 能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首先你要把它定到 哪一个里面去讲 定到哪个里面去讲 是你是把它定到 自然里面去讲呢 还是定到这个 历史当中去讲 还是定到观念中去讲 所以马克思对这个 现实的个人的 这样一个说明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定义到历史当中去讲 这就是马克思 联究历史维吾主义 和以前的这个思想家 联究历史的一个 根本的区别 根本的区别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三个层面 它联究历史维吾主义 我们说 你是从自然主义出发 联究 你也要讲 能和人之间的关系 能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从观念史讲 你也有能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这个人的关系 那么我可以从历史 这个角度讲 也可以讲 能和这个 能的关系 能和自然的关系 是吧 那么在自然的 这样一个层面上讲 它是什么 是一种自然的唯物主义 是吧 它是一种自然的唯物主义 或者说 比方说像达尔文 达尔文主义 我们说达尔文主义 它是什么 它就是从自然的角度 能是怎么从自然进化而来的 这样一个自然的能和 自然环境是怎么关系 是吧 那个自然唯物主义 包括这个菲尔巴哈 它是讲了什么 马上说不断地批判它 在这个菲尔巴提纲里面都讲 它讲的是什么 是自然的能 是自然的人 是一种肉体存在的人 所以你也讲 能和自然的关系 但是你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你都是讲了自然的东西 那么在观念的历史上讲什么 我就讲能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自然的关系什么 它们的关系都是上帝创造的 我可以在神学里面去讲 我可以在神学里面讲 那是宗教研究的问题 宗教研究问题 它也不能叙述出历史来 不能叙述出历史来 那么马克思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这个现实的个人 不管讲能和历史 能和观念的关系 它讲的是什么 首先它是历史中的个人 历史当中的能和人之间的关系 能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是吧 是讲了这个问题 所以它对这个历史前期的 这样一个清理 强调我们研究的人 你们看这一段话 它说我们研究的人 不是任意的提出来的 不是教条 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 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 就是说这个 它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它想现实个人 而且把这个个人 做了一个限定 他们的物质活动 包括他们已有的 这样一些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 所以它说这样一个前提 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那也就是说 我对这个历史 作为一种经验的考察 而不是抽象的考察 如果说这两种方法 都是一种抽象的方法 为什么说这个自然也是抽象的方法呢 你把人的社会性都撇开了 都撇开了 你仅仅看它的自然性 是不是抽象 是不是一种抽象 那么从观念的角度来研究 把它看作是一种观念史 它同样是一种抽象 所以马克思说 只有从历史的角度 它才是一种经验的方法 是经验的方法 所以从这样一个经验的方法呢 来考察历史 来考察历史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历史科学的起点 就是它从对现实的 个人的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就说明什么呢 历史科学的这样一个研究 它不是啊 就是说它是以什么呢 是以历史本身为前提的 既然我们是以这个为前提 那么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 不是讲这个 这个人是什么 人的关系 能和这个人之间关系什么 而是说什么 它的提问是 历史是什么 是吧 我首先对历史提问 我把历史说清楚了 那么能和历史之间的 历史和能之间的这个 能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能的关系 就可以得到一个科学的解答 科学的解答 所以我就要问 首先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 也就是说呢 在马克思看来 个人和自然的关系 能和能的关系呢 它是从历史发展出来的 是历史的结果 是历史的结果 他们的发展呢 也要依靠历史本身 所以历史的科学的研究 不是以结果为前提 而是应该以历史本身为前提 就是说我不应该啊 以对结果的一个东西 来代替对它本身的 前提性的东西的研究 而是直接要对这个历史啊 进行提问 弄清什么是历史 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不是 如果说他们这个抽象的 以前的这个自然的维吾主义 和这个维新主义史观啊 就说他们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是以抽象的前提为 就是说没有对历史本身的 不是以历史本身提问为前提 而马克思是以历史本身 提问为前提的 马克思对历史为无主义研究 是不是一开始就生了 是吧 它是从一个表象的 一个结果的东西 生到这个里面去了 就说如果别人是把这样一个 这个历史当做一个熟知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在说是历史 我们要对历史进行研究 但是马克思就从人家 就说一般人所熟知的概念里面 一个以为是结果的概念里面 把它作为全部的研究对象 说你现在说历史 这个在研究人和自然 这样一些关系 对结果进行研究的时候 那么我就对你的前提进行提问 对这个前提本身的提问 就是历史为无主义研究的起点 历史为无主义研究起点 所以在马克思那儿呢 说明历史 说明历史啊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最重要的起点 那么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 恩格斯啊 曾经对这个历史啊 有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述 有一个经典的表述 他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历史啊不是这个 不是把人啊 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 来利用某种特殊的人格 也就是说历史啊 它不是一个工具的东西 不是一个工具的东西 不是啊和人无关的东西 不是和人无关的东西 历史是什么呢 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 什么叫历史 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本身 人的活动本身 就是历史不是一个外在的啊 不是一个外在的 它就是人自身的活动 那么这样一个表述了和马克思强调了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这个历史啊 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但是呢 人是怎么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人是怎么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所以这个马克思认为啊 我们在讲人创造历史的时候 不能仅仅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活动 而还是要进一步的探讨 人是人的什么样的活动创造的历史 人的什么样的活动创造历史 我们说这个历史是能的 按照他们自己的目的创造的 那么他就要提问 人是按照什么样的 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人的活动创造的历史 那就说对人的活动本身要进行分析 如果说历史 历史是人的活动 历史是人的活动本身 我们说这个活动是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它有理论的活动 有实践的活动 有现实的活动 有经济的活动 政治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是什么样的活动决定了它呢 它的历史呢 所以还不能把历史 仅仅归结为人的活动本身就完了 而且要进一步说明 是什么样的活动 是什么样的活动 创造了历史 创造人类历史 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这个概念 提出了生产这个概念 就是说生产是人的历史创造活动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首先呢 你要讲这个人的历史活动 那么就要讲人的生产 人的生命的活动 生产的活动 它是表现它生命自身的 是吧 这样就对这个生命活动本身的研究 所以在马斯看来 就是说生产作为能创造历史的活动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首先把人的存在和动物的这个存在区分开来了 所以我们讲生产 为什么要从生产讲起呢 人的活动 我们既然是讲历史 那就是说人的历史的起点在哪 它和动物的区分在哪 所以这是首先要确定的 马克思就从生产上开始讲起 所以马克思就说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和随便别的什么 来区别能和动物 一当能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那么这就是把什么呢 把生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活动 最原始的活动 所以马克思在研究 什么样的人创造这个历史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呢 把生产作为一个人的活动的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人的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活动 最原始的活动 那么其次呢 马克思认为 他说生产本身呢 是一个不断创造和扩大能的感性世界 从而形成传统呈现为历史 就是说生产作为历史是如何可能的 为什么 既然这个人的活动是生产 那么这个生产是怎么形成人的历史的呢 生产作为历史的活动又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啊 他就讲 他说生产呢 它是不断的创造和扩大能的感性世界 因为你这个生产 它是不断的创造一个物质东西扩大生产 那么这就形成了传统呈现为历史 所以在那个马克思那个地方呢 他就把这个生产呢 区分为内容和形式 两个方面 区分为内容和形式 那么内容呢 它是包括生产力和能不能分工 内容啊 包括生产力和能不能分工 那么生产的形式呢 是指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那么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能的感性世界 感性世界 所以他从生产里面呢 实际上就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这就是他讲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意义 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意义 同时呢 他认为生产呢 又是发展的 他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民族 那么生产呢 他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 所以他又推动了这个社会历史的演变 所以又有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 那么在这个演变当中呢 形成了能和自然的不同的元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